心里也都明白这样 所以我这里的一个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案要顺利走下去 一个最小范围 那可能就是今天提出的这个案 可以提到大会说 那就是我们这样的解决 但是不放弃其他解决 其他像松台新春这个解决 如果我们郝市长或者是市政府 能够把人家四五十年里面 牵涉几百户的这个老问题 透过公权力作为一个平台 把它就大家相信公权力来做主 因为彼此之间互相 四五十年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那个范围就是不要放弃 那这个就等待我们地主们自己的 这一个看看要怎么样 因为私权范围 如果公权力去介入的话 其实是两面不讨 我想那个文林业等等 或者什么大樸 那个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搞的社会很纷扰 基本上就是公私的这个权力 我想这个我们台北市民理智都非常高 可以理解 好那在这里我就建议是说 捷律局是不是就是说 在你工程技术上非要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你就去做 然后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那个出入口 不妨在路上 也可以再多挖几个出入口 大家想一想 那个南京西路的 那一家那个新光百货公司前面 那一个不要编号地球 我不知道 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上一下 就中山上 那也是一个出入口 那如果你觉得说 这样子气派不够 可是你又拿不到这么大的 这个私人范围里面来联合开发 盖一个很 很大的这个出入口的话 那我是觉得 那你就小出入口多搞几个 这个是维持将来 一个哪一天 这个附近的土地 跟着调整的时候改建 也许范围没有那么大 一次整个接锅 但是几个几户几户 这样的改建的时候 说不定就有跑出 那样子的机会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到时候 在开挖的时候 因为你出入口很多 那你就从那个地方 就开始去 这个还有弹性 那么第二个在这里 我也是要跟各位做一个报 这里一公里的造价 65亿是我国捷运建设以来 到目前最贵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不要去谈 那个说该不该做这一段 因为这个 我记得我上次在这里也提过 这个其实是已经也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680公尺 695公尺就一站 这个跟我们的公车站牌一样 然后大家都把这个 做一个站都是要三四十亿 大家就希望说在我家巷子口 装一组红绿灯一样 你给我设一个捷运站 我方便 然后旁边的商家 都因此这个涨价 因此这个收益多 可是这个里面 65亿扣掉至赏率以后 有一半的钱 是全台湾的税金 因为它是拿中央补助款 我们台北市 既然中央补助款 是扣除至赏率以后 50%是由中央支付 所以中南部有一些官员 朋友 我的朋友 他就说我们都流口水 把我们捐的这个税金 拿到你们台北市 这样子去盖 可是我们今天 好像还是觉得说 所以我自己也参加 万大树林县 那边我们也是去现场勘察 还没到现场 洗布条已经在那里抗争了 我就说那真是政府 何必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 对不对 你投资很多的钱 又让老百姓非常不欢迎 那我知道新北市 前天下午开万大树林县的 新北市那一段 他们跟我讲说 光是听陈琴 就听了三个小时 可见 这个真的是很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前天下午 就讲了三个小时 大家起来都有一件 所以在这里 我长话敢说 所以在这里面 就是说你捷运局 干脆你说回你自己的权利 你不是更新处 也不是都发局 那你要求这个容积提高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那个都发局也 也说我可能有困难 不过这一点我等一下 我有意见 那就是说 你就只做你自己的工程 那通风口 什么出路口 你就说这样做 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那个 光户南路跟 信义路交叉口 好像就在那个马路 切掉一个车道 就做这个出路口 坐在路上 其实我基本上 很赞成这样子 为什么 花了几百亿做捷运 结果我们马路 的宽度 没有跟着调整 那大家还是开车 大家还是把你拿来停车 那你就是让它不方便 大家都去做捷运 那这样子 我是觉得 我们交通专家在这 我不应该这个卖弄 应该是这个主席 是交通局局长 前任交通局局长 所以我是建议是说 第一个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 目前 住三改三三 其实我是觉得 刚刚这个建议 应该是 还算很不错 因为刚刚东讲 西讲 都是 连捷运局也是说 我的建议率 不合法定 我的停车位 不合法定 然后这个 这个怎么样 这个 我们的市民 都是说 我想一瓶化一瓶 再加一个车位 不过 讲这句话 应该是 我想你们的意思 应该说 你们也应该要 补一些 不是说我就 一瓶化一瓶 还加一个车位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那台北市捷运 现在有 一百多个车站 那附近 也都这样子 开发这样征收 那这个所以 就是说 有一个对价关系 那现在问题 来了 容积可不可以提高 那我就提醒一下 那美国最近两年 都在印钞票 他说我外债太多 我怎么办 我印钞票 那我们都印钞票 通货膨胀 还得了 钞票不值钱 因为你一直印 日本也跟着印 欧洲也跟着印 那美国人说 你们全世界都是用我美金 做什么 做外汇存底 所以我是金本位 那我现在就是请我们捷运局说 我们那个都发局 容积 是你在控制 你就像美国的中央 这个联准会 美国联邦银行一样 容积是在你手上 还有我们台北市 非常多破破烂烂的 比如说台北火车站 什么中华路 西门町 那个八十八百的容积 放了五十年 他们也不开辟 那我们把那个容积 先拿来用到这个地方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在这里面 我们先不要用说 这个都是这几个 几百户的失权利的人 怎么样 我觉得投资几百亿 也许捷运站的门面 做得很好 大家下到捷运的车站 月台都觉得光亮的不得了 非常棒 好像都是五星级的 这个这个换店的走廊 可是上到这个地面上以后 破破烂烂的那些住户 刚刚讲的人民公社 我就觉得我们去看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可惜 就是说 所以那个用捷运来带动 不动产的开放 我们先不要讲什么财团 因为你想到那个 你就会心盘气躁 所以我不要讲 那所以在这里面 唯一我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容积 那在这里 刚刚那个少科长讲了说 那这个容积 是不是这个 好像过去变更 三百多公顷 容积都没有调整 只有这个 使用项目调整 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个理由说 我这个从都市更新的角度 我如果容积出来了 那个地方面目一新 第二个 有了容积的筹码 可以解决很多 这个住户的问题 那捷运机做的时候 他投资一百亿 获得的效益 可能是五百亿 那如果说他只是做工程 那他就是只有在马路中间 什么挖几个出入口 通风口 就是这样子 不能带动周围的这个 这个整体繁荣 所以我是觉得 是不是主管单位 是不是在这里 你也去想一些理由 然后让这些住户 将来 你们最近好像又有一个 容积银行的一个会议要讨论 将来政府自己做庄 我们现在容积都是什么 都被那个建商 什么转来转去 还有那个中间很多 那个前客 就是专门在替人家砍高 就是买那个容积的 现在如果是我们政府自己做庄 所有容积只有我向中央银行 我可以买卖的话 那我自己就是说 这里有社会公益 这里带动这个 我们的公共建设投资的 这个多面性 效益更多 那我就容积给他 有什么不可以 那你总量容积的控制 对不起 那些不开花的人 你给他很多的容积 放了四五十年 他也不开发 那我就先把那个 不是先啦 其实当初也是我们都市计划官员 这里涂红的 那里涂黄的 这里给人家八百 那里给人家五百六 其实跟乐透差不多嘛 你刚刚抽到了这样子而已啊 对不对 那你祖先有得 然后我是划到那个什么 什么住宅区 这个第一种住宅区 只有六十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 我们啊 不妨哦 这个跳脱出 那如果我们官员不敢决定 我认为应该是政务官 那他认为就说 我就是要这样子啊 我怎样 那现在因为啊 政务官提出了以后 就是我们的那个事务的这个部门啊 就讲了很多法律 讲了很多惯例 最后大家就动弹不得嘛 那动弹不得 那就是继续那样下去 可是 不会因为说 那个捷运 如果你地下的隧道开了 有出路口 捷运还是做了 所以刚刚也有一位 我也是很敬佩 可是有了 不会说因为旁边不跟着 这个怎么去调的话 好像是不是捷运就有影响 不会了 他就在路下嘛 还是做 只是说 很遗憾 有这个机会 不能顺便把我们这个 四五十年的老问题 而且我 我比较 肯定的想法 你不借着这一次捷运建设 有一个公亲出面 替你解决这种 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不太认为 还有谁可以来 做全面的解决 我们要搬一个家都很困难啊 我们要卖一个土地 跟人家核盖都很困难 今天有几百户 凑在一起的时候 各有各的想法 所以我基本的建议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捷运局 你就是最小规模范围 那这样子你就去做 然后你赶快让这个一段 一段这个赶快这个就有建设 因为也不是这个做了以后下个月就落成 你还是要搞好几年 那这种基础该开挖的什么 你都可以先动工 那这样大家都有这个credit 那另外就是这个都发局 我是觉得你们可以专案研究 这个地方的容忍 那你要找一些理由来替你自己背书 不要用一些说三百多公顷 这个他们统统都没有调高 那这样的话我们台北市 我敢讲就是亚洲比较落后的城市 胖胖滴滴的 那现在我们又提倡什么TOD 用这个大众运输的方式来这个带动 这个都市发展 节能减碳鼓励大家做节育 那我就非常鼓励说 这个地方如果盖的时候 让它盖高一点 但是呢地面上的空地跟绿地 统统都要多留 那大家一坪换一坪再加一个车位 扣掉原来你有的十分 你要出多少钱嘛 你也要出钱嘛 我不能说我不要 就是这样子 我都免谈 那天下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是不是我刚刚这些 其实都不是什么意见 就是说大家退一步 那就想想说 如果今天我们五年以后 这里变成永康商圈信义路 那个样子 那是不是有多 那我当然最后还是在 站在我过去自己也有一点参与 这个预算拨款的 基本上我是觉得 这一段真的是 当然有很多捷运是不错啦 可是这种什么 不过我知道他们很困难啦 因为附近可能又有很多 这个有影响力的人 希望你们这个站 做得越近越好 像公车站台一样 每一个巷子都有一个 巷口都有一个捷运车站 那这个他们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啦 不过今天已经提出这样子非常好 我是觉得是不是照 他们的这个案 我是建议主席 我们就 不然这个案你看 我记得刚刚谈的六月十七吧 好像是去年的六月十七是最后一次开 开是不是啊 好像是 七月九号 已经一年又过去了啊 对不对 那他们好痛苦啊 那个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痛苦的不得了 我们市民同胞都非常痛苦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就这样子了 好不好 谢谢 谢谢